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看叙利亚和俄罗斯以及伊朗如何打这最后一战,另外许多媒体也在极力渲染着,叙利亚最后一战,似乎貌似已经不可挽回,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难道叙利亚最后一战,真的非打不可吗? 之前看的确是这样的,双方都没有要妥协的意思,叙利亚政府军也已经派遣大量的精锐部队往伊德利普地区集结,俄罗斯在地中海举行军事演习,也在向美国人展示其意志,好像这场大战是必须进行的,然而最近事情发生了一些转机,因为一个国家,土耳其,叙利亚政府军最后要收复, 那是叙利亚的伊德利普地区,但是这一地区有许多亲土耳其的武装贝子,伊达绝对要触碰到土耳其的利益,考虑到土耳其,俄罗斯还是会坐下来谈一谈的。 据俄罗斯媒体《金月俄罗斯》报道,俄罗斯和土耳其两国领导人,在17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俄方高层员士透露在这次会谈中俄罗斯总统普京, 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妥协,难道俄罗斯真的会放弃武力解决问题吗? 双方以这11德利普省军事达成一次决定,即在叙利亚伊德利普省建立的非军市区, 通过这个非军市区把反对派武装和叙利亚政府军隔离开来。 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个决定是普京和埃尔多安花了近五个小时才最终敲定的。 除此之外,普京和埃尔多安都同意双方军队共同合作,下确保叙利亚和平。 现在看来这是实现叙利亚暂时和平的一个突破性解决方案,貌似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双方同意在今年10月15日之前,沿着蓄武装反对派和政府军的接触线,建立一个长15公里至20公里的非军市区, 会不会让叙利亚反对派从此慢慢恢复,以后再跑出来作乱。 如果俄罗斯真的要这么做,我认为无非只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考虑到土耳其,对于俄土而言,双方过去几年的关系并不太稳定。 现今正是普京和尔尔多安之间,建立的互信的最佳时候,俄罗斯断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而是考虑到如果真的武力解决伊德利布问题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其他后果。 蓄利亚反对派会拼尽全力破釜沉舟,抵抗这都不说了。 只要最终可以解决问题,事实上,如果真能够解放伊德利布,那就意味着结束叙利亚长达七年的毁灭性内战, 以后就再也没有其他事情,那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问题在于,这一战不好打,北约国家此前就一再对促和警告俄罗斯和叙利亚。 不要发动最后一战,现在包括美国、英国以及法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舰艇,潜艇都和枪实弹集结到了叙利亚周围, 难保他们真的不会出兵干预,那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之前,美总统特朗普也在推特上表示,这将导致严重的人的主义错误,不能说他是在唬人。 另外,如果真的开打的话,还会得罪土耳其,这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 对于巴沙尔来说,师弟可能暂时无法收复了,先保住和平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